兩排就停 而且有時候會停斜斜的 那個人要走過去就很困難 來到小巷弄 短短不到兩公尺寬度 兩側卻停滿機車 讓行人很不好走 這邊的兩側都會被提防停車者 所以說我們現在單側 暫時用三角錐獨張起來 讓民眾不要停車 只能勉強停單側 這一處停滿車輛的小巷弄 就緊鄰中正區行政大樓旁 經常性被機車佔據 主要原因是行政大樓前 幾乎被劃設紅線 加上設有公車站牌 車輛根本無法臨時停車 讓這裡成了臨時停車場 因為停車場的部分 沒有規劃足夠的機車停車格 所以說一般平常不開放民眾停 然後民眾恰功的時候 會停到側向的小巷子裡面 因為小巷子民眾比較多 而且老人家居多 然後如果機車停放得很滿的時候 常常會造成人車震道的一種情況 然後顯向環繩 那我們希望說區公所行政大樓這邊的前段 可以開放一定的區域 讓民眾恰功的時候可以停放機車 然後解決掉那個巷子民眾站到的情況 為了解決機車停車需求 市議員來敏黃邀請了交通處區公所等單位到場會堪 願意將行政大樓左側的花圃規劃空間作為機車停車格 右側也將規劃停車格方便民眾使用 今天的會堪主要的目的就是改善中正區公所作招 機車停車位不足的嚴重問題 因為有民眾向我反映來這邊洽工機車都沒有地方停 只好違規停在巷子 又被取締造成他們很大的困擾 經過我們現場的會堪了解之後 我想我們中正區公所前面的人行道非常的寬廣 我們可以利用前端的位置來規劃做機車停車格 那麼根據交理處現場的會堪 未來區公所前端的部分 我們大概可以規劃出近40個機車停車位 所以我們決議請區公所來執行這個工作 那相關的改善經費我會請民政處動用我的民進工程館來質疑 那麼最大的問題是將來機車停車格規劃完成之後 我們也希望民眾就不要違規停車 因為你們把機車停在巷子裡面 那就會造成公共安全的危險 萬一有意外事件發生的時候 會影響救護車跟消防車的進入 此外配合機車停車格化設 也有的客運站牌也將做調整 出席配刊的客運代表承諾會全力配合 客運跟符合客運 把在區公所前面的站牌往後千一十公尺 這樣可以避免機車長的車輛左轉的時候 會造成這個死角 那這方面把客運業者也同時配合 我們就要這樣的改善 我們鎖路客運八頭子站這邊 有1579路線有行進停靠該站牌 那我們配合藍玉岩的建議 我們就配合實施 行政大樓左右兩側機車停車格化設之後 預計可以停放40輛機車 說解決傷弄機車停車亂象 不讓洽工民眾不用再提心吊膽 違規停車遭到舉發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 也許避免機車停車었는데 好吃嗎